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英国东部23号传出了震惊世界的大案 在一辆卡车集装箱里发现了39具尸体 目前英国柴郡警方已经逮捕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除了卡车司机之外 还有两名38岁的一男一女 当地的警方10月25号早些时候证实 死者全部都是中国公民 其中有8名女性31位男性 初步怀疑这些人可能是在货车内 冷冻柜冷冻功能开启的状况下被活活冻死的 不过蹊跷的是中共外交部今天说 遇难者身份没法核实是不是中国国籍 英国警方正在核对当中 中英大使刘晓明还说 还不能确认39人都是中国公民 英国警方在最新的通报中 也改变了开始的肯定语气 改口说是据信为中国人 在回应南方周末的查询当中 英国警方又说目前没有办法确认 这起案件是不是与偷渡有关 BBC联系到三名越南人的家属 他们担心罹难得当中可能有他们的亲属 那中共改变说法自然就是想摆脱外界的唾骂指责 英国警方改变说法很可能也是为了更加严谨 可是中国偷渡客的这个严重现实 还是让外界呈现一面倒的猜测 认为罹难者当中很可能有中国公民 不少人都在同样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选择离开中国 泽布旅合港首席执行官科姆斯昨天表示 人不太可能是在港区内进入到集装箱的 因为港区的冷藏集装箱是完全密封的 不但会查看密封的情况和车牌 司机也得接受摄像头的检查 检查之后集装箱才会运上货轮 那按照科姆斯的这个说法 这些人很可能在港区外面 已经进入到了货柜了 而卡车车主 爱尔兰全球卡车出租有限公司 告诉当地电台RTE 这辆车15号已经被租了出去 完全不知道卡车出租后被如此使用 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说吓得是魂飞魄散 我们目前不清楚被逮捕的这个卡车司机 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货柜里装了人 25岁的北爱尔兰驾驶员罗宾森 开着车头从多波林出发 22号从威尔斯进入到英国 23号凌晨1点05分 他拉上了货柜离开了港口 开到莫特格莱德工业园区后 罗宾森打开货柜准备拿文件 发现了成堆的尸体 他立刻通报了救护单位 救护单位通报了警方到场 随后罗宾森被警方以涉嫌谋杀逮捕 并在昨天突击搜索了他的住处等地方 罗宾森表示 他平常拉的货柜里都是饼干和蘑菇 发现尸体的时候冷冻功能是开着的 警方说集装箱冷冻功能打开之后 里面的温度会降到零下25摄氏度 所以警方怀疑这些人很可能是被活活冻死的 目前警方已经护送摄氏的货柜车 到了其他的地方 以便进一步见证 警方说将会在死者的尊严得到尊重和保护的环境下 识别受害者的身份 可是由于这些人都没有携带身份证件 所以需要费一些周折 这起大案 使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感到震惊 他表示会定期听取汇报 同时他也向罹难者家属表达哀思 并且要说 必须把幕后的黑手追究到底 保守党国会议员伊尔普莱斯用邪恶来形容这起案件 他认为把39个人锁在货柜里是对人命的蔑视 英国国家犯罪局表示他们正在协助调查 并且紧急开展工作以查明任何相关的团伙 这种案件传出路透社怀疑死难者可能是偷渡的移民 报道说多年来非法移民都是躲藏在卡车里 有的越来越多的人是藏进标准的海运集装箱 甚至使用冷冻集装箱从欧洲大陆偷渡进入英国 文章表示 这桩惨案就像2000年那桩惨案是一样的 大家知道在多佛港 有58名中国的公民在运送西红柿的集装箱里 被活活焖死了 当年6月19号 英国海关官员在一辆货车里发现了58具尸体 还有两名幸存者 绝大部分人是20来寸的年轻人 查证这些人都是来自中国的福建 他们向舌头支付了2万英镑这样的巨额费用 在转战途中 他们被藏在了封闭的集装箱里 而那58个不幸去世的人 都是因为缺氧窒息而死 生还的人证实他们是来自中国福建的 福清和常乐地区 已经在英国立足的小林对环球人物表示 那年多佛港死的58个人被新闻报道出来了 可是死在路上的还不知有多少人呢 走着走着人没了 是常有的事 阿春见过很多偷渡的人 他说有的人在路上20几天只能吃草根树皮出击 有的人脚被冻伤烂掉 最终被锯掉了双腿 还有一个女孩出门的时候还是个姑娘 在路上走了三年 到英国时候孩子都生了一个 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这样的伤痛人们还没有完全平复 时隔19年再次发生了类似的集装箱惨案 环球时报在今天评论说 英国方面没能采取足够措施避免多佛惨案重演 文章说 英国和欧洲应该扪心自问 多佛惨案后为什么没能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他指责英国应该负责任 可是这个评论遭到了海内外网民一致强烈批评 大陆网友说 这是在向英国推责任转移视线 这逻辑就等于 胡锡进未尽许可偷偷爬阳台 爬到别人家但是不小心摔死了 结果胡锡进的家人怒斥对方 胡锡进偷偷爬其他人家的阳台都没有出过事 为什么爬你们家就摔死了呢 一个网友说 把中国偷渡客的惨死 归属于英国社会治理有问题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另一个网友说 高高在上的胡雕 以及岁月静好花钱入流水 骂人穷逼的那些顽固粉红们 怎么能理解呢 厉害了你的国 厉害了你的民 何不食肉迷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冒死偷渡 何不食肉迷呢 这个是有个典故的 说的是在西晋时期 有一年发生饥荒 百姓都没有粮食吃 饿死了许多百姓 这个消息迅速报道了皇宫 晋惠帝司马忠听完奏章以后 很想给百姓做点什么 经过冥思苦想 他说百姓无素米充饥 何不食肉迷 意思就是说百姓饿肚子 没有米饭吃 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还有网友对中共怀疑那些人的国籍 进行讥讽 说中共政府可以开除这些人的国籍吗 这件事就跟中国没有关系了 也有网友问 为什么总是中国人 为什么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离开这个国家 为什么不是日本人 不是韩国人 你见过欧美国家的人 偷渡到中国吗 网友问得好 这是许许多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 这些人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据英国国家犯罪局的官员介绍说 投渡者为了得到一个位子 通常要付上一万英镑 相当于九万多人民币 甚至更高的代价 而旅美时事评论员秦鹏则表示 偷渡者需要花费的代价非常高昂 他曾经亲自接触过几个 从福建偷渡到美国的人 说这些人都被舌头收取了 每人40万人民币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公民 付出巨额的费用 以死亡率极高的方式 前往英国 把中共的脸打得啪啪响 美国之音质问 一个可以在全球打造 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的国家 一个宣称中国梦就是人民的梦的国家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选择离开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些罹难的中国公民 不像死亡之旅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 一位福建老板告诉秦鹏 他说如果留在家里 一人三分地根本养不活自己 只能外出打工 或者是靠亲戚帮助移民 再就是花钱找舌头偷渡 大家知道 中共去年的GDP 已经突破了90万亿人民币 怎么可能养不活百姓自己呢 我们来看联合国的一组数字 应该就知道怎么回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 中国最贫困人口和最富裕人口 都占全国总人口的20% 但是收入和消费的份额 却是天壤之别 最穷的只有4.7% 最富的高达50% 最富的人是谁呢 我们从中国富豪板可以看出 绝大部分富豪 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 或者是资本经营成为富豪的 他们大多是通过 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 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 从而一夜暴富 比如 中共实行了土地除让制度之后 有一些中共的官员和他们的亲属 就通过协议的方式获取大片土地 或者是通过国有企业改制 变相的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然后进行房地产开发 这一下就让他们成了中国的富豪 而中共呢 一方面通过炒作土地制造虚假繁荣 另一方面 在这些收入倍增之下 这些人的收入掩盖着中国整个社会的贫穷 对中美经济专门做过研究的秦鹏认为 中国虽然号称有将近1万美元的人均GDP 但实际至少有95%的人 月收入还不到5000人民币 就算年收入6万元 那也只有8000美元 还不到平均GDP的数字 可是美国不一样 美国最普通的人 月收入也是在3000美元 在美国的那些中国人 年收入的中倍数是69,586美元 也就是说 美国经济增长 与普通百姓的这个收入增长是匹配的 网友曾经有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 说我年收入1万 你年收入19万 咱俩一平均 我也成10万元户了 如果我年收入10万 你年收入90万 我就被平均成年入50万了 就是说 中共不管你个人收入多少 它只看平均数字 就在中共平均出来的这个繁荣之下 中国百姓更穷了 普通百姓的日子更苦了 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 10年前有一个顺口流 说生不起 剖腹一到5000几 养不起 父母失业而下地 读不起 选个学校三万起 住不起 一万多元一平米 取不起 没房没车谁嫁你 病不起 药费利润十倍起 活不起 一月辛劳一千几 死不起 火化下葬一万几 这是十年前的情况 十年后的今天是什么样呢 如果在家 但凡有一份火路 谁愿意背景离乡到外国去呢 如果不是被逼得无奈了 谁会铤而走险走上亡命之路呢 英国移民福利联合委员会的总干事 辛格对自由亚洲表示 这些中国人冒着天大的代价 躲进货柜当中 走了这么远的路程 说明他们非常绝望 必须离开中国 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统计说 从1980年到2005年 有20多万人从长乐进入到美国 很大部分是偷渡客 网民叶霞对自由亚洲表示 那还是英国好 因为英国是民主国家 这是中国老百姓向往的地方 有钱人可以光明正大的走 把钱带走 老婆孩子都移民 没钱的 只能用这种方式 弄不好就把命搭上 大家知道 今年十一中共举行了 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 军事专家估算 最少少少了几百亿人民币 就为了营造举国同换 盛世强国的形象 让世界看看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那中共官媒拍马屁也是啪啪的 说阅兵气势磅礴彰显国力等等 北京当局在2012年 我们知道就吹嘘要打造中国梦 实现国富民强人民幸福 但是国家富强了吗 人民幸福了吗 在中国梦的阴影下 富的是权贵阶层 钱进了他们和中共的口袋 英国移民政策研究所 国际计划副主任波丹 对塞根恩表示 中国社会看上去变得富裕了 但是贫富不均非常严重 他说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机会没有平均分配 有些人到了光谱最高的一端 而有些人比从前的处境更绝望 今年3月份 联合国公布的全球幸福报告 中国的排名是连续三年出现下滑 从2017年的第79位 降到2018年的86位 再跌到今年的93位 三年时间 中国的幸福指数下跌了14位 中国梦 对中国人民来说 是美梦还是噩梦呢 好的 感谢您观众新闻看点 再会